巴拿马 位于中美洲地下 南宾太平洋 北林加勒比海 是太平洋与大西洋之间的捷径 1903年 巴拿马与美国签订运河条约 美国取得修建和经营巴拿马运河的永久垄断权 及运河区的永久占领和使用权 当时巴拿马地区人口很少 新运河需要大量人力 很多华人从东方来到巴拿马 为运河修筑做出贡献 1914年 巴拿马运河开通 1977年 巴拿马与美国签署新运河条约 规定两国共同管理运河 条约期满后 巴拿马收回运河主权 1999年 巴拿马收回运河主权 如今巴拿马人口约407万 其中 华人有30万左右 大多数是当年华人劳工的后代 能 actor 编写计辑工费 作词 词 写程 写程